在警方陪同下來到殯儀館進行商宴 她是新北人倫悲劇案陽姓老翁的女兒 沒想到才剛過完年就失去最愛的家人 先生 先你開門一下好嗎 隔著窗戶大聲呼喊因為林長接獲通報 好久不見這戶人家趕緊上門關心 好不容易成功入內卻在裡面發現三具冰冷遺體 屋主一家四口原本同住在這一棟公寓 其中屋主太太疑似在半年前因病自然死亡 大兒子頓時失去依靠似乎因為沒有禁食 餓死好幾個月 其中小兒子則是過去受到工作打擊 導致精神狀況不佳 最後受成皮包骨 倒臥 客廳喪命 本來他們每天來買東西要吃 過年前在買 過年前在買 所以沒買 早上還沒買 我早上就睡不著 過年前一度還有鄰居看過兒子外出 但憾事還是發生了 根據瞭解八十四歲的陽性老翁 跟太太以及兒子住在一起 其中屋主和大兒子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生活起居都有另外兩人幫忙處理 但是妻子和兩名兒子陸續過世 屋主就這樣辦事長達半年 幸好獲救時身體沒有大礙 三本有幾的存酬 存酬 李長一看才剩下三本 剩下一千多塊 兩千塊給他 家中兩人為身障人士 社會局每年關懷一次 半年前社工也曾經詢問 是否需要協助遭到婉拒 如今一家四口三人身亡 新北市社會局將協助幸存屋主 用公費入住安養機構 確保他的生活有人可以照料 靜新文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一手掌握 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